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一大比例的合金成品 这一四百五包装盒的大小中规中矩 但分量还是有的 合金键应该没少用 拆开外盒可以看到足足三层 出去地台支架和本体 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配件 玩法上感觉会很足 先从轻装转的开始 主体高28公分 试入合金成品里比较常规的1比72的比例 由于采用了大量的合金剑 光主体重量就达到了800多克 拿在手里十分坠熟 相比上一款青龙 这次白虎的造型更加的张扬 全身都融入了虎的元素 比如头顶的虎耳 肩胛的虎爪 手臂的虎头 手掌脚掌的尖锐造型 以及分布在全身各处的尖刺 无意不再宣示着白虎沙发之身的身份 巨大的肩胛 使得上半身看上去偏困 因此手臂适当的加长加粗 并把手部爪子夸大化 用来综合整体的身心比例 同时也凸出了机能 给人的力量感和狂野感 上一款的青龙 非常直观的可以看出来 原型就是一段高达 而这次的白虎就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在气质上 真的很容易让人想起 那个万物起源 配色上的主要采用了白色 作为主基调 藏青色作为辅色 主要适用于刻画虎纹 让整体的主题更为突出 另外还用饱和度较低的金色 作为修饰 使得整体的细节量 又提升了一个层次 但又不会太浮夸 并且金色和藏青色 构成的古典响音 等一系列中式元素 在机体各处都有色体现 给人感觉果分纹很足 不过由于配色上比较碎 所以低眼看上去 可能感觉会有点乱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吗 由于是全涂装 分色又这么复杂 虽然没有明显的意思的地方 但是在微距镜头下 部分芯片的边缘处 还是会有点虚 这个应该是属于 量场工艺上 无法解决的问题 中体来看的话 其实问题不大 在细节和可动方面 白虎的头部造型非常独特 整个外轮廓都很张扬 眼睛部分使用了透明件 不开头的话就是一片黑 打开背后的盖板后 就可以看到开关和电池舱 眼睛部分是给出了蓝色的光效 而另外在胸口部分 单独给出了一个白色的灯光 针对预定的玩家 这次惯例是给出了一个开口头雕 和开作的特点 这个头雕当然是可以替换到主体上 逐渐插把即可 发光后可以看到 这个头雕发出了红光 配合张嘴露出了牙齿 非常直观的体现出了暴走的状态 相比CG游战图 15R更加有压迫感一些 仿佛是一只真正的老虎 要冲向前去啃尸眼前的敌人 开作底部也是给出了一个灯足 可供替换下的头条单独展示 而头部的可动也虽然是比较优秀 外甲对可动没有造成什么干涉 抬头低头旋转都不成问题 血干部分可以左右摇摆 同时可以向上拉伸一段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前后可动幅度 整个手臂打风车没有问题 关节比较紧实 在肩关节位置 给出了一段拉伸结构 给手臂提供了一定幅度的前后摆动空间 配合肩关节 可以实现较大范围的手臂平台 但是过大的外甲还是会产生一定干涉 肩甲采用了层面设计 每一层都具有独立可动 手臂根部给出了一个水平关节 肘部虽然使用了双刀关节 但是由于造型问题 曲轴只有40度左右 但是如果把小臂两色的护甲展开的话 就能达到90度多一点的范围 小臂这部分可以看到是一个虎头的造型 把两色的护甲展开后 整个小臂的护甲部分 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虎头 这里的设计非常有意思 由于这次的白虎手部 是一个大型的爪子设计 所以手指就直接做成了五指全可多 指关节紧实度不错 但是作为一款定位比较高端的产品来说 无论是掌心的卡槽 还是手指上的偷窖 都会显得有点掉价 裙甲这里前后可以外拉一段距离 正硬的关节设计 可以很大幅度上减少外脚的阻碍 而裙甲背面可以看到 也是有细节作为填充 取下后面的填充剑后 可以装上配件中复属的尾巴 这条尾巴有20多厘米 并且每节都是独立分件 通过球关可以实现自由活动 腿部造型量感十足 由于膝盖外甲比较大 配合后面的喷口造型 腿部第一眼会觉得是个立足设计 但实际上就是普通的结构 它腿根部惯例给出了一个水平关节 通过下拉关节 可以让腿部的前踢后踢都有不错的幅度 在侧踢上也有优秀的可动范围 屈膝可以达到150度的范围 同时在这里可以看到膝盖外甲连动展开 遮盖住了关节前方的空洞 小腿后侧的喷气口也却有一丁可动 而在大腿后面 还有两处外甲会随着屈膝进行连动 给小腿让位 小细节满份 下面脚掌部分也给出了一段拉伸 可以给脚踝提供较大幅度的前后接地 同时左右接地的范围也是非常优秀 可以满足常规 甚至是更具张力的pose 整体来说 这次白虎虽然外观上看着比青龙拥有了不少 但是关节的设计上却弥补了外甲的干涉 让整体的可动性依旧保持了一个不错的水平 并且这次给出的配件也不少 现在就让咱们好好盘一盘 首先是地台 地台的中央为一块蓝色磨砂质感的圆形透明件 上面也有老虎图腾 仔细看和传统的老虎图腾有着一定区别 老虎尾巴和腹部加入了装甲元素 白虎战斧造型上并不算复杂 两边的斧刃有着一定可动 其中一段握柄为金属材质 可以自行拆卸调整长度 白虎刃配备了两把 护手处有一定的可动 刀柄采用了金属骨架色 刀柔的银色发色也不错 炮盾同样配备了两个 但是炮的元素我没有get到 盾牌形态只需要将两层零件拿身展开即可 主体和盾牌类侧都采用了金属色涂装 但是里面露空的地方并没有上色均匀 不安装武器的话会显得有点空洞 接着就是白虎炮 做出了一些裂甲的造型 裸露的部分采用了金属涂装 但实际上整个部件没有可动机构 虽说白虎炮本身没有什么玩法 但是可以将本体的手掌取下 将其替换上去 或者通过连接键将其安装在后裙甲上 并按上尾巴 最后就是背包部分 通过两个连接桩安插在背部的孔洞上 背包设置了多处可动机构 首先通过机械臂 背包可以伸缩翻折 喷气口也有简单的可动 圆环可以展开 并且每一边的半圆环都有着独立可动 同时每一边整体都有着一定范围的独立可动 机械臂的每一个关节也都是可动了 如果需要的话 还能通过配件中附属的配件来延长机械臂 玩高等的小伙伴肯定遇到过一个问题 就是配件太多 无法实现全部搭载 说在盒子中呢 怕有一天想换一套装备玩玩的时候 忽然就找不着盒子 在这款白虎上 这个问题不复存在 首先把伏饼取下 将前端部分插在背包的插槽 再将两个盾牌安装在机器壁上 接着将白虎阵插在前面提到的镂空位置 看来镂空的处理是为了全装备样式做出的妥协 最后安上前面提到过的白虎炮和尾巴 至此所有装备的搭载就完成了 大家觉得白虎这个造型能打多少分呢 搭载上全部装备的白虎体型瞬间大了不少 好比一名穿上了盔甲的武将 不过这个时候 他站立时会有点不太稳 需要调整一下重心 或者老老实实的摆好pose 直接上指甲展示了 全部看完我们从造型可动全面了解了这款白虎机甲 大家觉得这款装夹合金成品如何 由于是工程界的缘故 多多少少觉得有些问题 但准备来说还是狭不言喻的 虽然从外观上看到了许多尖刺 但把玩的时候还好 合金关节的使用使得把玩手感十分紧实 并且很有分量 合金件的配比也很有讲究 下半身大量合金件的使用 使得整理中心下片 哪怕是搭载了背包以及大量配件 也可以实现自主战力 配色上也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韵味 配件的玩法也很丰富 越来越多的国产厂商走上了原创的道路 这对于国民来说是一件好事儿 希望他们可以为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优质的产品 最后就是抽奖了 本期节目介绍的同款藏的模型 白虎一盒 记得来我的动态参与 测试下自己的手机哈 那我是小小米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